关于食物我想对于吃货们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真的要谈起吃,小编可是滔滔不绝,因为小编就是正宗吃货啊。 以前我们都说美食难挡,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,对于食物不再只是要求能填饱肚子,还要注意食物的安全。 说到食品安全,那小编今天就来给各位网友做一下小小的科普,告诉你们有哪几种食物是医生都警告我们最好不要去碰。 现代社会,大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,生活水准自然也是与日俱增,我们每个虽然喜好不同,但是所吃的东西也大多比原来好上了很多。 而不管怎么讲,食品的品质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,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食品安全的小知识,医生警告,四样美食早成虫子窝点,开水都煮不死,别再嘴馋。 要知道,很多的食物中都会有寄生虫,而寄生虫多种多样且无孔不入,只要我们在食物清洗时不注意,就容易受到它的伤害,而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海螺。 因为海螺,本来就是寄生虫生长的窝点,所以,我们即便是用开水煮开,也很难伤及其中的寄生虫,而且如果我们吃掉了这些海螺,寄生虫中的管源线虫特别容易钻入脑部引起病变。 广告还有一种就是菱角,和海螺一样,菱角也是寄生虫们隐藏据点,且菱角水生,急不易清洗,所以我们在吃菱角的时候很容易就感染了姜片虫,对于我们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,严重的还会导致贫血和发育障碍。 还有就是小龙虾,我们都知道小龙虾的所生长的地点并不好,所以这样一来更适宜寄生虫的生长,而且这些寄生虫很难处理干净。 广告最后一种就是生牛排,在吃西餐的时候,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口感上的要求而选择六七分熟的,但是这样一来寄生虫也很难被处理, 对于我们肠道健康有很大的隐患。 谢谢大家!